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電是所有電子產品的靈魂 好像電腦、遊戲主機這類設備 如果用用一下突然間斷電 不單止很容易整換一部機 開遊戲的你 還可能會因此輸了一場比賽 你可能會說香港有幾可會停電 但2023年的時候 港島大停電和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都令到香港的部分地區出現停電的情況 而颱風蘇拉都搞到台灣超過一萬戶停電 這些突發的事件 我們真是很難估計到他們的威力和何時會發生 所以為了避免這些情況 我們就需要一個穩定和可靠的後備電源 而UPS就很合用 它懂得在斷電時自動位連接的設備供電 讓他們可以繼續運作一段時間 那就解決到很多麻煩了 一來是斷電時 都可以不影響到在場的人 二來是電子檔案資料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盡快儲存 不怕造成重要資料遺失 一般來說 UPS這種保護功能 一直都是用在公共地方 例如醫院、零售店 又或者大學之類的地方 就好像今次要介紹的 這隻鮮耐德電器的APC-back UPS Pro Gaming 電競級不斷電系統 就將這種這麼強大的功能放在電競上 避免電腦因為斷電 又或者受到電壓波動的影響而壞了 以及玩玩下競技遊戲 突然斷線搞到輸了的情況出現 只要用它 就可以有更加多時間去做好準備 在開始之前 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訂閱和按LIKE 作為一個後備電源 APC-back UPS Pro Gaming 樣子非常之適正 它有黑色和白色機身 加上頂部的APC全球專利 Reactor Circle LED燈 整個樣子都頗有電競感 拍到Gaming PC 完全不會有違和感 頂部有4個掣和1個屏幕 開機時 屏幕外圍的LED燈會長期穿著 左右兩邊中間的圖案都有分別 拉開它左邊的蓋後 就會見到它的大電池 正面和後面都有不同的插頭位 後面還有一條LED燈條 著了的時候提供一個更好的ambiance 效果 亦都方便用家看清插頭位 屏幕上部份有3個圖案 右邊有供電程度和電量的圖示 左邊會顯示現在是正常插電供電 還是由後備電池自己供電 剛剛都提到有4個掣 除了上面的開關掣 其餘3個就是用來控制螢幕和聲音 最左邊的掣就是畫面選項 你可以按它看電量、供電和剩餘的時間 右邊的掣就是用來控制喇叭 當出現斷電的情況 由它幫其他電子產品供電的時候 喇叭就會每30秒響一次 直到最後快沒電的時候就會長時間響 提醒用家盡快Save一Save進度 跟著關機 它有RGB燈效 中間粒仔就是用來教正面和後面的LED燈顏色 它有12種顏色可以選 用家就可以選一個自己喜歡的顏色 配合電腦又或者是家的風格 LED燈都有提醒的功能 當你去到供電畫面 LED燈會變成進度條 顯示供電的程度 如果由後備電池自身供電的話 LED燈會自動變成綠色 慢慢地由綠色變成紅色 用顏色來表示正如電量的情況 有了這個螢幕和LED燈 用家就可以透過燈的顏色和圖案轉變 來發現現在是正常定斷電的狀態 作為一個後備電池 它們有1320W的供電量 你們可能會問1320W 夠不夠支撐自己的設備呢? 其實用來打機的電腦 除非用了非常高級的顯示卡 不是的話 一般用的火牛大概會是650-850W左右 連螢幕都未必去到1320W 所以比一些專業的Gamers用都卻卻有餘 而PS5只需要350W左右 比電腦用到的Watt就更加少了 所以斷電的時候 大家都不用怕它供不夠電 可以安心地用它繼續run電子器材 處理完手上的東西才關機 以免突然間斷電什麼都沒有了 例如當大家玩競技類遊戲 又或者做host開伺服器的時候 都不怕會影響到自己和隊友 至少都有時間跟它們交代先 是時候都要講一下它到底怎樣用 其實用它真的很簡單 只要將電腦的電線和電池連接在一起 插好插頭之後開機 再將電腦、螢幕和Walter的電線插到後面的插頭位就可以 如果覺得插頭位不夠 可以將拖板插到它裡 那就多很多位出來 而且電腦還可以download它們的powersuit官方軟件 用跟機送的線連接它和電腦 就可以有更多後備電池的使用選擇 例如設定它何時自動關機 當用後備電池供電的時候 只要用了一段時間又或者只剩幾分鐘的電量 電腦就會自動關機 我們亦都用了PS5和電腦來試斷電的情況下 APC Back UPS Pro Gaming可以維持到多久 在測試入面 PS5的Watt數大概是300W以下 而用電腦打機的Watt數就是550至650W之間 測試之後見到它的續航力都不錯 PS5可以用到的時間比電腦更長 而電腦都確實hold到一段時間 可以安心地處理手尾 它還有AVR可以調節電壓 防止電壓不穩定 不用擔心電壓問題搞到設備故障 又或者不見了資料 除此之外 APC Back UPS Pro Gaming 還可以輸出更平滑的正圓波 令到連接的電子產品有更長壽命 RUN的時候效率都好些 不會因為過熱而出現問題 用起來都安心些 總括來說 APC Back UPS Pro Gaming 這個是Gamers的最強後盾 令電腦和主機不受電源影響而損壞 還可以保住Welter連接網絡 讓我們繼續進行電競比賽 想買的各位 就可以去Description box裡面找回他們的link 裡面會顯示經銷箱 方便大家購買 今集就來到這裡 你們又怎樣看APC Back UPS Pro Gaming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好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 拜拜